任由音樂騷動你 由你騷動音樂 星期六夜晚10點 Eric騷動音樂 騷動音樂 騷動音樂騷動你11 featuring Yuki Luffy 不讓你回家 不讓急急走 空馬 今天請來的今天是你11的 Hello 你好 又有新歌了 除了見你每天在Facebook那裡 要是有直播或一段時間 總要有正經的事做出來 沒錯 其實都是 一直令自己 精神爽利 就可以有力去寫歌 新歌是featuring Yuki Luffy 不讓你回家 首先是一首情歌 你有很少情歌 沒有想不到 因為經常 看不起自己談情算外 覺得有點噁心 如果我很認真跟你說 寶寶你聽我的解釋 其實我很喜歡你 但你經常做這些事 你剛才覺得有一種 緩味和不可信的感覺 跟你在Facebook搞的Gag 有異曲同工的效果 所以我一開始有點避免 來到這支碟 我覺得怎樣可以 跟另一面聽眾 一邊聽聽《你11》的人 都已經很清楚我的個性 知道我是玩東西 或者有些憤怒 另一面會怎樣去接收 於是我就嘗試走向這個方向 用我的情緒做主題 但最終是否一首完完全全的情歌 也未必是 起碼不是那些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字叫弱心情歌 弱代的弱 原來有這樣的字 絕對不是 但是既然你那個人的個性也是這樣 談情的《你11》 你先前的兩張碟 聽出來的《你11》會有很大的分別嗎 也會是聽得出 如果你在拍拖的時候 或者說感情的時候 都應該是有緩味的 你都不會正正經經 很老身上談那種 和你講道理那種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要聽《你11》 或者聽某一個特定的藝術家去做的一件事 那種愛情 譬如說如果我現在找蘇文鋒師傅去教你煮食 那你一定會 會不會煮一下 會講一些黑門如鶴的東西 一定會 沒錯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聽 特定一個歌手 特定一個畫家的原因 但難不難的 剛才你說要跨過那個心理的關口 就是你決定要做這件事之前 對 都會想一下 會不會有些人覺得 為什麼前兩隻碟這麼憤怒 為什麼突然會唱一首情歌呢 其實我都可以告訴大家 我已經隱藏了一些彩蛋 在這首歌裡面 就是如果你細心去聽 你有耐性去聽 最後我留了一句 那句歌詞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 我想你知道 你是一個 然後我就點點點點 那這首歌就結束了 但其實在我的碟裡面 它之後會緊接著一奏 兩奏緊接著 那就會說 親愛的你是一個什麼 就會在這一奏裡面出現 但我很肯定 這一奏是任何電台都不能播放的 因為其實很接播 這首歌也有結衣 沒錯 你上一奏碟的時候 那首歌也很像 沒錯 就是浪漫地 編曲是很浪漫 分開來聽的話 裡面的歌詞有換美 有它的意思 總之我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真的不是純粹一首普通的情歌 即是有鋪排 裡面還有一個彩蛋 當然要期待我接下來的轉輯 就會告訴大家 究竟《親愛的你》試一個什麼 但寫情歌對於你來說 你有這個想法 我今次想試一下做這件事 寫情歌和你寫之前的作品 例如作曲和填詞方面 難度會不會有不同的呢 作曲就不會 因為 就算回頭之前的很多歌 你聽到的 例如《死燈》 《小利》 或者任何你聽到的歌 很可能我出發點都是由情開始 作曲上 算率上 但填詞真的會難很多 對我來說 因為我們都是聽歪文 聽林直是長大的人 我們知道標準 在這裡 然後 你想去寫的時候 總是對自己的要求很古怪 好像填詞都說不中 人家是一針見血 說來說來都像小朋友在說 玩泥沙 於是要花的時間會多了 所以為什麼這次會有一個 很想跟別人合作的動機 無論是這次找Yuki合作 又或者是 就算連作曲等等 我都想找多些人跟我一起做 就是 其實我得到自己 真的是 不夠的 說來說來 好像剛才說 李十一已經有一個既定的形象 我很想嘗試跟別人撞一下 撞一個新的李十一出來 OK 那在這首歌中找不到 找到一個新的自己的一面 我也想不到我有這個 Side of李十一 有啊 就是 是 我這樣說 大家觀眾準備 嘔吐袋 哈哈哈哈 就是 李十一對一個人 溫柔的時候是怎樣 是 就是 這個有多嘔吐袋 我不知道 你會不會覺得我噁心 不覺得 我對你溫柔呢 嗯 是 是啊 要把這件事展露出來的時候 你之前那兩小時你沒有事 你完全是很自信 我是要說這件事 就是這樣 對啊 回到一段 是 由李十一去講一些 談情傳愛的時候 是要過一個心理障礙的 OK 因為填詞除了你自己有負責之外 我們也有翁衛盈和Yuki Lovey一起去到 有他們進入的 是 是如何創作的 整個過程 本身呢 這首是一首國語歌 本身有的 都是叫不讓你回家 都是說一個男生不讓女生回家 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回到香港 即是我在台灣寫的首歌 我回到香港 就覺得要有一個廣東話版 是 於是就立刻想到Yuki 立刻想到Yuki 即是Yuki的經理人 立刻答應 拿去玩 然後就促成這次的合作 然後我們來到Studio 因為這首歌已經在 我們就把詞轉回廣東話 然後呢 最主要就是 可能我填了男生的部分 然後女生唱的部分 真的交給兩個女生 因為 我講一下這首歌 是講一個男生 狐狸狐途 不知道為什麼女生會上了她家 可能一些男聽眾 可能不少也試過 有個女生來了你家 你又很不想她走 機會難得 對不對 然後 我很想知道 其實女生是怎樣想的 可能有些女生 真的 真的當你是朋友 真的 聊天而已 沒有想那麼多事情 但是男生就沒有 尤其是男生在追求女生 當然沒有想 你來我家 是不是在暗示什麼 不要 一定 一定要做些事情 在這個過程 聽聽她們怎樣想 尤其是有件事很有趣 其實我認識了Yuki很久 很清楚她不是一個 那些 女神 其實她也是一個很落地的女生 但有件事 我反而更加想不到 原來Janet 都會填一些這樣的詞 因為Janet 就是我的經理人 就是我的監製 原來她這次也有份填詞 她也會寫一些想不到 想不到 想不到 也挺有趣的 其實這個就是我所說 其實真的要跟別人撞一下 有時候 只有你自己撞一下會悶 還有我整個編曲 出來的感覺是挺可愛的 因為那個Janet的編曲很重要 她有很多原樂 就是Janet最拿手的小提琴 還有這次有件事很有趣 我們找了一個鋸琴師傅 什麼鋸琴師傅 有一種樂器叫鋸琴 你幻想就是一把鋸 然後沒有鋸齒 一把好像一個軟的鐵片 然後就夾在大腿上 左手拿著 然後另一邊夾在大腿上 然後右手拿著弓 然後 那個聲音就是來自一把鋸琴 鋸琴 香港其實也不是特別多人玩 我們找到一個鋸琴師傅 他就加進我們這裡 因為我們這一首歌 是講男女之間的拉鋸 所以 哎呀明白了 這個終於明白我的get了 鋸到了 鋸了很久 鋸了很久 還要講到好像很認真 但又真的很認真 男女之間的拉鋸 我們就找了一個拉鋸的師傅 拉鋸的師傅 剪出來做POMO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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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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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急著走 空馬 人性熟了吧 請別急著走 請你 留下一萬馬 天亮之後走 想說情話未聽到 趕快走 趕快走 走走走 走走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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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首歌 我記得那時候是 我記得你是同部是MV在網上也有的 沒錯 那時候一開始已經提醒了會看這個音樂影片的人 就是說 這個是你用手機看的MV 就會百分百的觀感 沒錯 那我一開始說有什麼那麼厲害啊 有什麼那麼厲害啊 然後你還要再開始提醒你還要全螢幕 是啊 那真的是很螢幕的那個感覺看下去 是很螢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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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MV 剛才你提到的導演阿星 那你們兩個是怎樣合作開的 第一次合作還是 我跟阿星是中學的老死 從小時候一起搭樂隊到大 他專注做影像 我專注做音樂 我所有的MV都是他做的 包括你之前見過的小李 小李 小李 全部都是他做的 那當初 因為我們的命題就是 拉斜 男女之間拉斜 那我一開始就說 不如我們拍男女 真的在畫面上 一個拉一個拉 就是左拉又拉 左拉又拉 然後他拍了一些展示片 有一次他就 把畫面介入狗格 他就說不如這樣拉 狗格一起拉 很有趣 那狗格不如12格 12格不如instagram 那他就立即臉都在畫面上 然後就說好啊 這樣就開始做了 那你開始想過instagram這個想法 是只有一格instagram 然後發生 還是有12格instagram 我本身已經跟他說12格 是 所以本身已經是12倍的workload 是啊 所以我明白他為何會臉青 然後重要 他已經剪了兩個月 然後剪了八成 然後我們大家已經 哇阿星你真的很害怕 好似 然後第二天instagram就改版了 那就當作一個紀念品了 哇 好樂觀俠 你真是時代戰績 那你可以怎樣 難道你跟著改嗎 改啊 改了的 現在都很貴 是啊 所以阿星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導演 是啊 還有很多朋友看這個MV的時候 大家不相信的話 立刻就上youtube去搜尋 不讓你回家 真的厲害的 你會立刻被一個MV剪掉 因為他彈一些Whatsapp 彈一些訊息出來的時候 我見過 就算連 我見過我監製阿Janette 他展示MV給人看的時候 他也 他一播放的時候 看MV不好意思是Whatsapp 然後他撩走那個Whatsapp 不是啊 那個Whatsapp是在影片裡面的 咦 我沒有放進這個圈套 這個很棒的 整天都會剪掉人 挺好啊 哪一個想到是把它放到 好像一個手機的螢幕 我也是跟阿昇說的 既然我們現在看MV 應該說我們日常生活 對自己手提電話的螢幕 都比對電腦螢幕 我們未必需要 即是我們今次試試 妹妹就是大學主人婆 我們試試服手提電話 不是電腦螢幕優先 我們是手提電話優先 又怎樣呢 我們用行動來證明是真的可以的 好玩啊 OK 但譬如如果音樂影片 正在適應現在 譬如聽的人用的一個方法 是用什麼手機 或者看東西都用手機 但其他在音樂上的東西 你們作為一個創作人 需要跟著現在的科技 最快是什麼東西 聽的是什麼東西 然後盡量想辦法去到 希望用到你們的 除了是語言之外 就是用你們消費音樂的模式 可以令你更認識你本人 我覺得這件事 全球音樂當然有一個大趨勢 其實最簡單 現在大家都在聽所謂的EDM 就是電子舞曲 這件事我沒有刻意去追 也很肯定我不會去追 因為我的價值不在這裏 我的價值就是 我是一個歌曲 我可以拿起手 我就可以做出一些歌曲 我有一支沒有其他 我可能已經做到很多東西 這是我的價值所在 而我更加反過來 我更加堅守我做這件事 你更加看得清楚我的角色在哪裏 就不是 現在全球流行電子舞曲 很流行chorus那段 是不唱東西 然後只是一些solo 現在很流行這些 就是把曲式倒過來 我就是更加堅守我不會做這件事 你就更加清楚我的角色在哪裏 更何況 其實Alex Turner 即是Arctic Monkeys的主音 他有一年在台上獲獎 很帥氣 他最後是扔了麥克風 但他說了一句 我覺得很適合 他說現在全球說 Rock and Roll正在死 其實Rock and Roll真的不會死 我不想說Rock and Roll Never Die 這個字出來 但他的意思真的是 因為Rock and Roll Rock Music真正的意思是 另一種可能性 總之我做一件事 我了解他 然後我去反對他 這個已經是一個搖滾的精神 所以就算我是在玩木結他 我也是一個搖滾的人 嗯 不過你展現的手法是嗎 沒錯 沒錯 但如果技術上 譬如現在可能每個人聽歌 可能Streaming 都會很大 或者他們都是Digital的去消費一些音樂 這件事會不會在你們製造音樂的時候 例如最後的混合出來 都可能要照顧一班不同的人 因為他們聽的東西都已經不同了 你說了兩件事 例如行銷上 以及你怎樣配合現金科技 行銷上 我們還是在摸索階段 應該說全球也是 究竟沒有了CD之後 去到現在的Streaming 但其實大家都還在 究竟怎樣才是一個最好的模式 因為譬如說 Streaming大家都提出很多移民 其實收不到錢 其實做創作者 或者所謂的內容提供者 其實是沒有錢回來的 是不健康的事情 大家都在摸的時候 大家一起摸 希望有新資料會摸到 另外你說到科技 怎樣配合市場 我覺得 反而顧慮少了 我最簡單的說一件事 我們final mixing 我們mastering之後出來的音質 如果我們錄到CD上 其實是會減掉 其實是會有一定程度的 失去 但是如果我們直接一個Digital的檔 放上網 中間是不會有任何的失去 其實是更好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更方便 我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其實大家買一隻碟回來 然後把它轉為MP3 以及你直接在網上下載 當然是官方發行 官方發行的MP3 其實一定是電腦的很輕盈 是的 因為你CD轉再去MP3 就算去到多高的resolution 都一定不到你直出那個那麼好 其實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很清楚 很清楚怎麼做 好 現在你新的專輯 第一首派台的就是一首情歌 籠統地叫一首情歌 接下來這張唱片 會是一個談情說愛去貫穿這張唱片的李十一 還是會是一個怎樣的主題呢 今次我想寫一些關於感動的東西 包括我在台灣 今年我去了三次台灣 今年我第一次去台灣 那個tour的名字叫做再尋找什麼 那時候應該是我今年最失敗的那段時間 因為我的tour的名字都告訴你 我迷失到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 我以為tour結束後就會尋找到一些東西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然後我回來後我還有灰了一下 糟了 什麼都尋找不到 結果呢 不打不撞 我又多去了兩次台灣 又去了其他地方 也跟不同的人合作 之後我就知道原來在尋找什麼 簡直是我人生的命題 簡直是人生都在不停找找找 於是我寫了一首歌 就是叫做在尋找什麼 然後我都很久沒有試過 唱完有一點點眼濕濕的那種 說來有點老套 但會的 真的有這個時刻 唱完一首歌自己 為何有一點眼濕濕的東西 我相信這種connection 就是最好的 拿出來的最好的素材 於是接下來這首歌 我希望在向這個方向 十一學長有麻煩有搞笑的時間 也有真的會脆弱的時間 那麼脆弱的人一起聽一下 OK 就自身一點 對 沒錯 就是那個tentionally的歌 回到自己身上 OK 現在這張碟的漫漫 就會一層一層 隨著你的派台歌 你的新的MV等等 你就會知道這張碟 更加立體認識這張碟 現在就有第一首teaser來的 有彩蛋的 到時在Db裡面就知道了 featuringYuki Luffy 新歌叫做《不讓你回家》 極之推介你要看MV 沒錯 真的很有心機 而且是幾... 是一套來的 是悲傷的東西 是的 《不讓你回家》 今天多謝了21 謝謝 這張碟1 很精準計算角度 靜默在機場吐過 瞬間天邊 見易度 加粗 我心跳 宋開手 打開場 終於可未笑 感激这心跳 吸口气跳下来为你 路代青空一瞬间 望掉张开一对眼 怎么好向你证实在没出色的我 能共你开发结果 你思着叫我放任 在慢车高空苦重 行动静实这份容 假使我可以 就着眉不多理 跨出去随机 终于我可以 吸口气跌下来为你 选择山开一瞬间 影面的光合 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